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民進黨在總統敗選之後 這個紛紛的討論 他們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怎麼樣再挽回民心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竟然發生一件令人非常痛心 非常遺憾的事情 是民進黨 好不容易 在龜山鄉 60年來第一次 遊覽轉綠 民進黨的鄉長 當選 但是現在卻傳出這個鄉長 竟然在 辦公室裡面 直接涉嫌就拿了 15萬的工程匯款 那麼當調查員 去抓的時候 他跑去廁所把錢 從窗戶往外丟 這個事情 老實說 這個民進黨講究清廉 是絕對不容許發生 那麼這個事情 這個我們怎麼來解讀 對民進黨的影響有多大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另外是這個瘦肉精的事情 那麼現在 這個 榮委會已經證實 美國的豬 因為吃瘦肉精 萊克多巴胺 那麼造成了 17萬頭的 生病 或者是死亡 那麼 怎麼來看待這個事 對人體影響是啥 這個朝野的立委 包括國民黨 清明黨 民進黨 台聯 那麼送的這個瘦肉精的版本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版本是支持開放的 也就是說 包括國民黨也都反對 那麼馬總統你在急什麼 世界的標準 最新的標準 有可能7月才會出來 或者7月才討論 馬總統你在急什麼 所以 今天 我們要來這個分析 真的要吃500公斤嗎 就要吃瘦肉精到我都怕MBA嗎 有多少其實是假的 那麼 反對的學者以後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 南方碩先生的警告 今天我們要來分析 趕快來介紹來賓 第一位是《全時報》週刊的總編輯 吳國東 郭榮兄你好 好 台灣 好 另外呢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林俊憲 郭榮兄你好 好 以及 動物大學政治系的副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師 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以及 這個政治記者 鍾年華你好 好 鳳議 瓜布洋琴大家好 好 另外呢是 台北大學工行系的副教授 胡漢君 胡老師你好 鳳議好 大家好 好 以及 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助理研究員 何博文 博文你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那麼首先 我們要來看的是這個新聞 我想這個事情 對民進黨非常的傷 這個是民進黨的鄉長 叫陳志謀 是龜山鄉長 他就在他的辦公室裡面 收了15萬 當人家要抓他的時候 他跑去廁所 然後往窗外丟 錢往窗外丟 借口尿急 不過呢 還是被一貪污 現行犯 這個逮捕 現在是收押的 那 這個事情 怎麼來看待 等一下我們討論 來 我們先來看VCR 鄉長 有沒有收到委屈 被貪污現行犯 逮捕的龜山鄉長陳志謀 晚間被帶回 桃園縣調查站偵訊 檢放22號清晨 將陳志謀 以及鄉公所 許姓及陽姓監工 申請羈押獲准 鄉長有沒有收到委屈 沒事沒事 20號上午 工程包商 派人到鄉公所 領取工程尾款 檢調研判 廠商可能趁機給回扣 立刻申請搜索票 廠商兩名員工 一進到陳志謀的鄉長辦公室 檢調人員隨即衝入抓人 陳志謀一度聲稱 內急跑廁所 把裝著15萬現金的牛皮紙袋 丟出廁所的氣窗 被樓下埋伏的調查員撿到 立刻拍照封存 在執行搜索的過程當中 被告雖然趁機 把現金丟到窗外 但是執行人員很迅速的 就發現 而且把這筆錢 順利的查過去 龜山鄉一直都是 國民黨執政 不過曾經擔任過 三屆桃園縣議員 縣議會民進黨團總召 以及桃園縣黨部主委的陳志謀 一舉終結 國民黨60年鐵票區 成為龜山鄉首位地名鄉長 沒想到 卻疑似拿回扣 遭到收押金件 鄉長突然被帶走 公所內議論紛紛 上午雖然照常辦公 不過見到媒體攀攝 員工們各個買手工作 不願多談 好 那麼按照報紙是說 那麼龜山鄉長陳志謀是在昨天 其實是已經是2月21號了 他是在鄉長市 已收受工程包商15萬的匯款 那埋伏多時的桃園縣調查站人員 衝進去辦公室抓人 他藉口尿急 慌張地把包著現金的牛皮紙袋 往廁所窗外丟 因為他以前15萬拿著 這是什麼 市中的那個案袋 那被調查人員撿回來 依貪污現刑犯逮捕他 那他否認收費 他變成15萬元是借款跟捐款 不是廠商送的賄賂 但是為什麼要把錢丟到窗外 他卻沉默無言 那龜山鄉因為見證多 一向是由國民黨執政 2009年12月 陳志謀為民進黨建功 終結了國民黨60年的鐵票區 成為龜山鄉 所謂的綠營鄉長 我先請教郭東兄 阿甲的收費是鄉長選呢 我相信 實在陳志謀鄉長的人都知道 他在民進黨裡面 做一個代表 三個通關議員 2009年 他用立體主委來選農長動選的 算是民進黨的新的一代世代裡面 算是優秀的一個人員 但是發生這件事 民進黨在擺選之後 這件事發生 現在民進黨的連政委員會說要調查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根據那個黨章規定是破行才要停止 才開刀嘛 所以現在連政委員在調查的時候 我們在想說 為什麼一個 讓外界認為說很優秀的新世代 做剛才做鄉長兩年多 好不容易把古山鄉的 變立的一個地方 尤其在這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但鄉長常都站在割英文旁 發生這種事要怎麼解釋 有人說 哪有可能檢調會拚到鄉長是去抓人 這表示說 這個行貿的過程中 檢調是掌握很多很多的證據 沒有哪有可能說 用現行犯 知道有人會去送錢 鄉長在裡面收錢 那金額不是多 這十五萬的金額 我相信 他的工廳 古山鄉的工廳 他說這是五百萬的工廳犯 五百萬 十五萬 人家可以收買一個鄉長 我相信不是 所以後面有人說這是後鞋 是正經已經拿到後鞋 你想想想 檢調路口那時候 正經有拿的時候 感到有的時候 為什麼都沒有行動 等到送後鞋的時候 拚下去鄉長是抓人 我覺得很奇怪 陳志摩 不是剛才出來的一個政治人文 過去就已經做到那麼多的議員了 為什麼這件事 他的金額跟他拚索 給這十五萬 但是我們今天要說 如果這件事繼續這樣 民進黨要說 這件事 很不可能 另外還有一件事 另外還有一件事 在最近一件事 控告什麼 航空公司的空中休假 公公司 立法委員要保持 我也覺得 民進黨這種事 如果繼續發生 你要青年這個牌 說要再招牌 我中心擦乾淨乾淨乾淨 是不好的 什麼人 現在不知道是什麼人 但是媒體都說 這是日式的立法委員 說做幾個改 一個月三十萬 我不會公開說 說民進黨 還有那種立法委員 一個月三十萬 可以保持一個人嗎 這個這樣就對你們很傷 對啊 所以我說 假設發生這種事 民進黨不管什麼人 打拚還是給民 我相信 你什麼人有這麼好的 一個月保持 我都三十萬 可以 當官政文燦 選管長的時候 才輸幾萬票而已 五萬幾票 對啊 這次總統大選 一聲又叫流氾氣 又差那麼多票的時候 大家就說 當官到底是什麼原因 如果這種事 如果繼續 無法作動 民進黨如果不處理這種事 嚴肅的要求裡面 後來 一隻才會一直散去 是 民進黨選書檢討一個 原因說 要有深耕基層 這個孤山鄉長 這是最記載的 一個鄉的鄉長 最記載的 剛才國人家又說 這個人本來是 民進黨的後期之秀 而且這個人注意 他不是從媒體 先出名 他是真的為記載 一步一步 這樣拚起來 我認為這件事 對民進黨在 投風關的記載 影響會很大很大 所以民進黨不要小看這個事 要好好處理 如果這個最後證明 陳志摩共起訴 或破行 後來去選 民進黨還想要選嗎 我如果是國民黨的好選人 我每天放這個新聞 讓大家看到 你看 民進黨選出來 你看 很錢 對不對 可是 剛才國中大哥也說 這個案子很多疑點 做到一個鄉長 我看新聞 看得到 也沒有人說收錢 在辦公室 還收15萬 所以我不相信 民進黨有立委 有資料 說30萬保持一個職務 鄉長也收15萬 一個立委 要一個月30萬 要當保持 所以我是不太相信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因為 陳志摩現在想想 我們不知道他的說法 我們現在只能就媒體報道的 來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民進黨的聯政委員會 你要明快的處理 你現在問不到陳志摩本人 可能要處理 要收壓 可能會比較困難 可是將來如果陳志摩說 出來 這個已經沒有收壓 應該第一時間叫他來問 問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你要這樣收錢 這個事情 其實對民進黨的形象 是一個重點 那何必要把錢 趕快丟到窗外呢 所以我說疑點很多 你如果說 叫陳志摩自己的說法 這是親父兄的管款 捐款 跟他跟別人借的 他為什麼問說 你既然借的 你有什麼錢要賺錢 捐款也沒有人 要直接送來 鄉長有實體的現金吧 所以我就想不到 因為一般 我們官府鄉公所 你有一個賬戶 我直接就揮進去 所以我就想不到這個情節 到底是怎樣 但是這個事情 對民進黨的形象 是影響很大 可是我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我們說事情 我們有一個比例原則 我說一個新聞 給大家參考 掌握蘋果日報下 2007年 我們的選辦法有修改 就是說你政黨推薦的 候選人如果 毀算 對不對 政黨要負連帶責任 就是要發款 你知道2007年到近年 國民黨因為毀算 他提名的候選人 你毀算 欺負責任要發多少 發一千萬 我只鼓勵一個 太疑狗的 我在怕你 沒有 一個民進黨的行政 公共收15萬 這邊是光毀算 發負責任 就發一千萬 所以大家真的要 比例原則 你不能說 民進黨 你看民進黨都貪污 也不是這樣說 因為一個鄉長 你不能說民進黨都貪污 同樣的道理 這邊是提名的候選人 而且別忘了 這些候選人都是馬英九提名的 一個最講究清廉的 黨主席提名的候選人 告訴你 因為匯選被罰款 已經罰了一千萬了 所以這個比例原則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拿捏好 許老師這對民進黨傷害很大 傷害很大啊 這個有報紙 隔幾天還社論繼續處理一下 從這裡來檢討台灣地方自治 就跟現在馬政府跟新加坡關係不好 陳唐山那時候講什麼 TLP 這個還要拿出來檢討 我要講的是說 民黨其實不要輕忽這個事情 呂副總統有很多意見 雖然我不一定會同意 可是他講一件事情是重要的 選前俄羅斯娃娃 那個廣告 民黨一點反應也沒有啊 什麼叫俄羅斯娃娃 他就把民黨幾個重要的政治人物 都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都說 這跟阿扁在一起這樣 都是貪腐集團的 哇 每個座還滿可愛的喔 下次這廣告還在登 後面再放一個小的 叫陳志茅 嗯 同意 政黨的形象 雖然民進黨有新的政治人物 民進黨有新的政治領袖 民進黨有新的政策 可能可以改變 可是這一塊 我覺得到現在民進黨 還沒有一個處理的方式 我覺得民進黨應該要深刻去想 很多基層 要深根基層 可是基層的黨員 會不會遇到這些誘惑 遇到這些 不管是別人給你誘惑 還是你自己因為什麼的需要 那我覺得這個是民進黨要好好去處理 國民黨 他有他的體系 他有黨產啊 可是民進黨沒有 這時候民進黨怎麼去解決這問題 這是現金 阿扁的案子 大家就已經搞得 現在香港在反貪污 在反阿扁 對啊 香港也在反阿扁 阿扁已經變成一個代名詞 民進黨可能會覺得說 我只要不要去看阿扁或什麼 我就可以處理掉 沒有 我覺得這個事情沒有 你越有陳志摩這些事 那政黨會不會出這樣的問題 會有 因為你黨員非常多 你從政統治非常多 你鄉長你的真正人物非常多 可是你黨還是要有一個方法去處理它 你越不會處理它 我覺得民進黨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剛才年晃講 國民黨這麼多會選啊 被抓到啦 當選無效什麼啊 民眾還是投票給國民黨 可是民進黨有一個鄉長 陳志摩這樣出問題 這個對民進黨 剛才我們講好像他在桃園就不保 國民黨在桃園沒有鄉長出問題嗎 國民黨在桃園中立市長 聽說有個市長也是被判刑啊 那中立市這次誰贏啊 國民黨贏啊 還是國民黨贏 所以我意思說 民進黨你要有一套策略 不能說這個事情等久了以後 大家忘記就算了 選舉的時候 俄羅斯娃娃又會出來 趙徐鴻老師的解釋是 國民黨出這些事情已經盡上了啦 所以台灣被刑都是平常先看台中 國民黨 民進黨如果出一個 喔 不如把社群下去了 大家要配搬 不是說過去喔 憲主席 我告訴你憲主席 江連符打贏 定演喔 三年半 四年半 此多公前五年 就是那次補選領議員 連旺還說這個比例原則 就讓他拿三張不夠 四張 負責一千萬的負責 但是台灣人民 說沒有做問題 不是只有這樣喔 原住民那兩個人 從這次一樣 又出錯了 有人要討論說 我們立法委員後帥是這樣 沒有 但是 古山鄉 你出這個事情 全台灣人民就在看 六百空我沒有說你看看 結果國民黨說你民進黨的貪圖就真的 你看他的新聞喔 調查員根據發現 負責監工的公務客客員 採分段式收費 也就是在每項空整驗收的時候 收費一到兩萬 五到六萬不等 但監工只是小角色 被檢調為了免打草精神 案並不通 找時機抓大咖 一兩萬也在收 OK 好 民進黨 這個什麼 塑造成貪圍政黨 這個事情要怎麼解釋 對他們的影響有多大 等一下我們去討論 來先休息這廣告